東橋VLOG 我們現在在戴戴木的Yoyogi Village 我們等一下晚餐在新宿還有約 我們現在在這邊喝個下午茶吧 Yoyogi Village 這邊算是一個自然融合的 複合式建築 很多餐廳跟咖啡店等等 有機會來看看喔 我們現在來到這家店是什麼 這邊有一家專門賣紅茶的店 叫做 哈正能有 因為今天天氣真的太熱了 所以我們點個日本的爆瓶來吃吃看 日本的剉瓶通常就是比較平淡 不像台灣的爆瓶就散一口就覺得沒有東西 我點個真的是紅茶口味的 為什麼突然多了一個朋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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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我在這裡 要不然解釋一下 我們剛剛 我們問你為什麼在這個VLOG 我還想說為什麼 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剛剛說我們在一起去其他人 她邀請了自己去我們的桌子 太噁心了 最近進了一個朋友 超巧語 因為她住在附近 她原本就有加煉乳欸 所以其實甜度還蠻甜的 而且我第一次吃到剉冰加深來飲 這是冰酥 冰雪 我都不知道什麼 我都不知道什麼 欸 沙發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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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沙發的 很冰 很冰 很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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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在這邊 休息夠了 準備去新宿吃飯吧 帶帶木裡新宿真的超級不太近了 大概只要走十分鐘都可以到了 這邊有Nike的裝賣店欸 Nike推出新的餐廳服務 Just eat it nice 大概走了十分鐘之後 我們到了這邊 Southern Terrace 一個很大的廣場 在我們背後的這塊區域啊 它在那個 冬天的時候會有Illumination 然後好像是全粉紅吧 很久沒跟那個 Elly小姐見面 好久不見 那這位遇到什麼朋友呢 好久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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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集合的差不多了 要去吃飯囉 我們已經有七個到了 然後你擋住所有的創作者了 耶 大家很熱烈的在聊天 我們唯一的日本人成員小慧 竟然說他迷路 迷路中啊 小慧 所以我們現在在尋找他 找到我們迷路的小慧了 耶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今天的焗酒是一個各式的感覺 對 就是包廂啦 我們現在來八個了 等一下還有一個 今天還是我們第一次吧 就是應該說 跟這麼多的創作者一起集合 來吧 好久不見 看待 夠大 好久不見 也這麼多一千 你會吃嗎 好久不見 我們今天很開心跟創作者們一起吃飯囉 請大家支持他們的頻道喔 我會納悶說這集的Vlog是不是沒有珍珠奶茶 這是不可能的 雖然在結尾以後我們還是硬要買 買入雕像 耶~~~